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中仍旧牵挂着那件使你挂心的事情 黑夜好像变得特别的长 经文说 我趁天未亮呼求 我趁夜跟未患将眼睁开 诗人跟我们一样都有这样的经验 不过有许多人就陷入这种黑洞 停留在这样的状态 整个晚上睡不着 烦恼生活的问题天还没亮 眼睛就真的亮亮的 这种状态令人感到更加的疲惫 甚至是孤单 到底出口在哪里呢 诗人找到黑夜中的曙光 就是神的话语 他将自己的心思意念转向神的话语 我趁天未亮呼求 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我仰望你的言语 英文是I put my hope in your words 我将希望放在你的话语 我将希望放在神的身上 有人说靠山 山倒靠人 人跑靠自己最好 但是最后将所有的压力 焦虑和烦恼都揽在自己的身上 诗人的智慧就是靠上帝 靠上帝才是真正的好 诗人找到生命的秘诀 依靠神的话语就有盼望 他整夜清醒思想神的话语 英文说I meditate on your promises 我反复思想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中包含神的应许 神的承诺 我们可以想象 诗人的心不是一直被问题所缠绕 反而是被神的话语包围 更新神的话语 俯使着他为他充电 使他重新得力 弟兄姐妹们 我祈求上帝 我们都能培养这样一个能力跟习惯 就是仰望神的言语 思想神的话语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但愿我们都来挖掘上帝给人的宝藏 靠上帝才是真正的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与我们相近 你是我们最稳固的靠山 虽然人生有高低起伏 你的心情也会有高低起伏 但我们想要学习 无论在什么情况 心思意念 都马上要转向你 把希望和信心放在你的身上 仰望你的话语 思想你的应许 使我们有超然的眼光和心境 直到你掌握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有盼望 有未来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